欢迎您收听《傲风》 作者 风行烈 我是荣洛 精彩 马上开始 第272集 即将进阶的上古血脉神兽 还堵住了安赫大峡谷 这 荣吉惊讶了 马上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 鹰挺的双眉皱了起来 上古血脉神兽 就是据说比普通超神兽还强大 那极为少见的奇兽 旁边某个灵患室的佣兵 倒吸一口冷气 不敢置信地问道 傲风硬道 没错 消息理应不会有假 那我们的佣兵团要怎么过去啊 四下里 马上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整个佣兵团顿时紧张起来 荣吉皱着眉头不说话 云青红看了一眼乱哄哄的周围道 团长 把幻宗高手聚集到一起 那三座的长老也请出来一起商量一下吧 现在不是个人闹脾气的时候 也好 原地休息一会儿 点了点头 荣吉大手一挥 队伍停了下来 不一会儿 苍剑 杨安丰 刘远之等人都聚到了一块 四处游荡的亚瑟斯和孟严 回到了奥丰身旁 数天未曾露面的魏伯等人也来了 脸色依旧很臭 看着奥丰和云青红的目光充满敌意 荣吉示意大家坐下 又把大致的情形说了一遍 众人这才明白前方发生了什么 不由纷纷露出担忧的神色 连魏伯也暂时放下了和奥丰二人之间的恩怨 一起商量对策 据说超神兽能够统一神兽 亚瑟斯 孟严兄弟 你们俩有办法吗 杨安丰问道 亚瑟斯无奈地耸耸奸道 一般的超神兽我们还有法子 可上古血脉魔兽就不行了 即使幼生期的血脉魔兽 统育能力也在我们之上 那些神兽若是收到了他的命令 铁定不会听我和孟严的 魔兽通常看中血脉的高贵 威压也有层次 赤当初还在幼生期 威士都堪比超神兽 纯血魔兽拥有天然优势 赤和子龙尚未苏醒 他们想通过魔兽这条路 肯定是行不通的 魏伯沉生说道 唉 就是听又怎么样 即使没有魔兽 那些汇聚过来的人类高手 不达目的 也不会轻易散去 谁闯荡天下 没有些仇家 赤练佣兵团 数大招风 截取任务的时候 难免得罪人 那些人在人群里 煽动煽动 人人眼睛都会盯着我们而来 众人皆是一致 是啊 人类的威胁 有兽比魔兽 还要大上许多呢 其实 这未尝不是个机会 深思许久 奥风眼底精芒一闪 终于抬起头来 对众人说道 以我们十名五阶高手的阵容 还有荣吉团长带队 要去争夺那即将进阶的超神兽 有很大的希望 比罗阁下 你想和他们争夺超神兽 众人惊愕起来 你这野心也太大了吧 保住红祸就不错了 还想参与这件事情 魏江不悦地说道 比罗阁下 你好歹也是赤练克卿 希望 你把赤练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奥风倒也没有生气 摸摸鼻子 黑眸中 流转过淡淡滑光 赤练的利益 当然在第一位 我们的货物 绝对不能带入冒险者营地 一旦进入 便会引起一场风暴 那儿的众多高手 定会一拥而上 抢了我们 我们就是再强 双拳难敌四手 何况那些人中 还有很多高手 我说的对吧 听着奥风的分析 众人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魏博四人也不例外 见众人肯定 奥风随意地一笑 接下去道 那这不就结了吗 我们不能带着红货前去 当然由我们几个五阶高手 先去查探消息和开路 到了那里 我们争夺超神兽 只是顺道之事 正可谓一箭双雕 有何不可 刘远之忍不住插嘴 可是比罗阁下 我们去了 那我们的红货怎么办啊 知道我们赤练 接下S级佣兵任务的 可不少啊 我自有办法 奥风神秘地笑了笑 听没听过 什么叫做偷梁换柱 狡兔三枯 到时候 我们只需要找个冤大头 然后 一阵窃窃私语之后 众人不禁齐齐露出 惊叹佩服之色 你这小鬼 年纪不大 心眼倒不小啊 虽然阴损了些 也的确是个不错的点子 荣吉笑道 同意了奥风的主意 众人全都没有异议 奥风淡淡说道 只要别人不惹我们 当然不会被我们阴导 但若有人心怀不轨 遭了罪 也是他们自己找的 在这大路上行走 对敌人 还需心词手软吗 荣吉等人 目光一颤 暗暗心惊 这姑娘 平静的语气里 偷着一股果断杀法 哪里像个 出出茅庐的年轻人啊 那三族长老 看着奥风的目光 愈发古怪 好像还有一丝惧怕 原先的敌意 已经飞到了九霄云外 这一刻 他们才算是 真正服了奥风 仅仅实力强不可怕 可怕的是一个人 既有实力 又有头脑 还有手段 眼前这名女子 便是集了这三样 于一身 而且她身上 还有一种 独特的领袖气质 不知不觉中 便能令人折服 魏伯起人 虽是一直不喜欢 奥风 却在不知不觉中 认同了她的带领 下意识地 认可她的决定 商议之后 众人就立刻 按照计划 行动了起来 再次西行 数十里 抵达安赫大峡谷 最外围 寻了一个狭窄山洞 把赤练的人马 安排进去 十名幻宗 和两只超神兽 浩浩荡荡 杀下安赫大峡谷 深谷外 唯一一个苦修者营地 今夜无月 暮色深沉 篝火将周围印得通红 照亮了苦修者营地 消息传出去 已经半个多月 这营地中也聚集了 相当数量的人 一顶顶帐篷不计其数 营地扩大了好几倍 内内外外满是人 外围只用一个粗糙简易的 木桩围栏了一下 一看便是临时做的 营地中 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有的抱着酒坛喝酒 有的在烧烤野味 更多的是在相互切磋 众多幻尸和见识 围成一个个小型战圈 兴奋的呐喊 叫好声 惨呼声不时响起 有人胜 有人败 胜者得名 败者常常出现伤亡 这种地方 将路斯卡世界残酷法则 无限放大 比斗之中死几个人 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突然 比拼的声音安静下来 从那营地的大门口 传了一片小声的惊呼唏嘘 怎么回事 一名抓着烧鸡撕扯的汉子 擦了擦油腻腻的手 虎目圆瞪 失恋 是失恋游兵团的七剑换宗 容纪团长 带人来了 这好可怕的阵容啊 这么多五节强者 太恐怖了 一行人缓步走进 苦修者营地中 立即引起了众人的注视 除了奥峰 云青红 还有两个超神兽外 其他人身前皆佩戴着一枚 荧光闪闪的五阶徽章 大多数是幻宗 为苍剑是剑尊 八名五阶高手 造成的冲击很强烈 这几人走在一处 并有一股宛如山月的压迫感 向外散发出去 令人不敢直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